双语教学是目前九年国教力推的项目之一 花莲县教育处所聘任的外籍教师 全线只有53位 对都会区的学校在双语教学上的师资明显不足 那么教育小组成员是希望花莲县政府教育处 能够在征选项目中开放拥有教学经验的外籍师 作为征选项目 才能补足外籍教师聘任不足的问题 双语教学政策希望可以用双语的教学方式 来提升学生日常英语使用的程度 但是在外籍师的征选过程当中 造成了许多外籍师在没有教师证的情况之下 学校无法聘任 而幅院辽阔的花莲县 目前全线也只有53位正式聘任的外籍师 总招卫嘉贤就表示 希望能够开放拥有教学经验的讲师 作为征选的项目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花莲县境内的 医与教师不足的状况 是比较严重一点点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认证造的一个制度之下 是不是能够开放 是不是有教学的一个实际经验 来做相关的一个 真实的过程里面的一个 评比的一个项目 那再来我们这样才能够找到 更多优秀有教学经验的老师 实际上在这个领域上面为我们孩子付出 那在国家在推出双语政策之后 很多的孩子 很多的学校 面临找不到英语老师的窘境 那我相信如果说有做一些细微调整 可能会找到更多愿意付出的老师 到乡下地方 到偏远地区 帮助这些孩子学习英语 双女教学花钱 但是又缺师资 缺食术 缺教材 更缺乏沟通 中小学只配置少数的外籍教师 或跨校合并 能够实施英语授科的糖素有限 就会演变成不关痛痒的艺能科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